他這幾天在猜測究竟全民檢測會否舉行 因為坊間都知道政府信任度非常低 低是因為政府經常朝令夕改 說完那些事就今年的我打到昨日的我 李家超上完深圳和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 整班開會後 仍然回到香港開記招 再說如何找不同的局長去分配不同的工作 在二十四小時之後就被林鄭月娥一個聲明推翻 說林鄭那些很籠統的說法 很籠統的說法是說到連細節分工都做了 再加上全民抗檢 說了六次 即是在這三年 甚至今年最少說了四次是不會做全民抗檢 甚至是口號而已 做不到 結果政府就宣佈三月會做全民抗檢 跟著再加上之前二月都兩次林鄭月娥 目前都不會抗後特首選舉 過了幾天特首選舉就抗後 再加上之前都不再重複那些什麼停課 又說謠言過兩天就變成真實了 對於現在會不會全民抗檢 又出現了 當你初初說不會做 後來說會做 說三月你會做 但三月還未見了 隔了整個星期三月 都未見到你政府什麼時候公佈 是什麼時候會做 就算陳凡出來 好像陳凡說到有機會會做 因為細節都在想 包括你會不會放些人出來 給你去超市買東西 甚至是公共交通 我不會停的 但公共交通 早陳凡一個星期 陳少始明明他就說 都有機會是會停工停市 停工停市就照計你公共交通 不知道會不會開 很多人就猜測 但如果你說停工停市 陳凡說法就說 金融業都要繼續上班 即是表示不會停市 為何一個星期之內 陳少始陳凡 大家都是局長 說法會這麼不同 另外 林鄭就說你們不要在這裡 捉自失 不要在延遲上爭辯 延遲上不是我們爭辯 是你在爭辯 一時有金足 一時是小金足 一時不算封城 一時說不會大規模對封城 你是你說了 不排除金足也是你說 之前不考慮這個封城又是你說 不排除封城又是你說 甚麼都你說了 左中右大小遺失全部你開了 哪裡夠你說呢 而你就把心思很多時候被我們見到 你就花在這些地方 好了 應該要做到的事 譬如 疫情處理問題 你只看現在做多少醫院是多嚴重的 那些長者 就是在安老院大爆發 差不多全港所有安老院都能確診 每天是幾十間去增加 你說投放了很多資源 安老院是你盡忠之重的處理 那結果是搞成怎樣 那些事情是不斷惡化 好了 你又說因為那些長者不打針 誰知就被明報就踢爆 有些安老院 晨早上年已經說要打針 不管甚麼原因都好 信長者說我因為疫苗通行證 我都去打 但原來安老院已經等了四個月 才能安排給你 那你就賴他們不打針 實際上就是你行證的問題 好了 再去到 你說醫療的負擔 醫療負擔 你一味就說你們早點去打針 但醫療的問題 說了十幾二十年 公立醫院留不住醫護 因為他得不到應有的報酬 付出了這麼多 你政府合理的報酬都沒有給他 還要 資源人手不足是很多年 你政府有沒有處理過 就算沒有這個疫症 一樣是人手不足 每年去到流感都來得那麼慘 不要說這些就是Omicron 你政府有沒有處理過問題 曾經減過醫療的撥款 曾經停收過三年新的醫護 這已經累積了很多問題 你政府有沒有解決 你不要只賴 你面對自己的問題 早在去年 連尾都知道Omicron 全世界好地方大爆發 你政府都知道 所以陳肇始先會說 報天羅地網 你范紅林那個時候 還會巡查醫院 一起準備就緒 結果搞成怎樣 你說方艙醫院七天就搞定了 結果呢 為何不起多一些 一早就叫你起多些臨時醫院 等長者的長期病患重症小朋友 可以有幾個臨時醫院負責去收 不用跟公立醫院 差原本很緊絕 已經資源人手不足的公立醫院 還要百上加根 雪上加霜 那這個誰造成 你還賴些甚麼呢 你看現在 慘不忍道 垃圾在公立醫院堆到 是整座山那樣 是可以兩三米高的垃圾 垃圾堆 垃圾房是 直接外面堆在垃圾房裡 兩三倍的垃圾 去急症室堆滿屍體 旁邊就是人 病人很多人要躺在地上 旁邊就被屍體包圍 在急救房都要放滿屍體 一邊急救 旁邊就是屍體 有些屍體流了屍水 發了惡臭 你知現在的日子六個小時 醫護說 屍體就開始有味一變 然後有屍體 先人的遺體 是一個星期都未清走 還有一些就要放在外面 帳篷 戶外的地方 在沙士時代有臨時停止時間 香港政府明知Omicron是厲害的 傳播力這麼多 一早來不建議 要臨急抱佛腳 跟著中央分法系統 為何你遲遲不做 中央分法系統 甚至跟私家醫院那邊 配合可以做好些 溝通好些 你政府不要賴 不要經常誣私家醫院 第一 私家醫院沒有附加病房 第二 是你溝通出現問題 私家醫院 譬如私家醫院的聯會 負責人何少偉 又是你前醫管局的高層 基本上就是你自己有溝通出現問題 好了 去到韓正都說 我都希望這些假新聞是否他們不收 然後有些私家醫院確診了 陽性的 突然間就不醫他 要送去公立醫院 那個銜接又出現問題 可以有腎病的病人 有五天 因為銜接出現問題 沒有洗腎 令到病情惡化 亦都是私家醫院可以幫你收一些輕症 或者就是非確診者的病人 可以早點和你搞 你醫管局很多東西 就沒有第一時間處理 就像香港政府 那些東西就攤到凍了 就等於飯 攤到凍了 碗頭攤到凍了 好像在阿博那些餐 是凍了你才給人 那些東西攤到凍了你才處理 結果就搞出大頭髮 這些是完全慘無人代第三世界的管理 你說什麼打仗的態度 什麼戰時狀態 完全說一套做一套 那些官員 專家說的一時一樣 如果說你的長者快點打針 兩年之前你就說我都不會打針 那些態度就一時一樣 然後政府現在說應該有超過兩成人感染 那為什麼呢 很多人不敢報 很多人不敢報是因為報了給你聽 你遲了很多日才說他確診 那時候他就好了 這樣也未算了 在那段時間 要天不應 叫地不聞 打電話 十次九點九九九九次是沒有人聽的 你未有手帶 未正式確診 給不到物資你 家裏因為出不到去 那些東西是沒有了糧食沒有了物資沒有了消毒的物品 要搞到別人要找NGO找社區主任幫忙 你政府幫不了 好了更加之大事的就是就算你家居隔離他遲了他通知你 搞到你通知你那天才重新計十四天 之前那些是白錯的 更加之大的問題 家居隔離算好一點 一個不幸運 順利去捉高彎方艙醫院 那就是大件事的大件事 如果屢次你不夠這個資格 搞到後來如果入住陸是爆了 要排隊又怎麽算呢 是不是又增加了交叉感染的風險呢 之前叫你學捉高彎 有獨立廁所 有獨立這個洗澡房 不是學麥美娟 就說你以為去酒店度假 市民不是這樣的原因 很多是住慣劏房 是住了很久的劏房 是要共用廁所在自己住的環境 是十幾個人一齊遮租一個單位 住的那些租床位 睡的那些滑架床是租床位 麥美娟就是代表軍聯會 拍片就說你會在時間 要求有什麽獨立廁所 獨立洗澡房 你是人渣麥美娟 你連基臣生活苦房都不知道 你裝什麽白雪公主 你是垃圾你知不知 因為你連基臣受啤苦都不知道 很多人看出原因 不是基層很多要受隔離 是因為他家居有問題 是不能夠好好 可以避免跟其他人接觸 因為你住劏房 家居有很多人 幾個人在二三百尺 在深水埗還要租幾千元 大一點的甚至七八千元 小一點百多尺都四五千元 他們不是因為想享樂 你不要屈那些基層 麥美娟 你盡代表軍聯會 他是因為衛生的情況 因為這個是大流行病 是傳染病 是很高的Omicron 傳播力 這個是衛生好 就算你阿博 是都是洗澡房 但阿博你見不記得有個個案 長者要留在一個圍板裏面 一個空間 自己 大便小便 飲食 差不多整個月都在裏面 因為這個是傳播力很厲害 為何想捉高Warning 槍都不讓你開 就算你清衣 你可以開門去廁所也好 有時候人們會緊張 不要經常開 都是這樣的原因 你麥美娟就不認識 就說人們就去到酒店的心態 你認識甚麼呢 麥美娟 你有甚麼建樹 然後你可以投訴政府那樣萬 你立法會議員來的 是吧 你公聯會裏面 蔡嘉美友好在行政會議成員 香港管治團隊你有份的 你不要只一味罵 你們都是有責任的